是 今天到哪裡啊 今天中午的時間點 是停在日南那邊 所以呢 其實就是才剛跨出苗栗 這個禁區之外 就是到台中這個交界 所以呢 還在台中這個 還沒有進到最淡黃區 因為呢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 進到大甲區啦 最喜歡進到大甲區 因為有可能會有 孫媽會嘛 是的 就是其實啊 我要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期待 這個雙媽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 在2004年的時候呢 我們白沙的媽祖 第一次在那個殺戮這個地方呢 在一個鎮長的服務處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休息 休息完以後準備起駕 沒想到大甲媽來了 那大甲媽來了以後呢 剛好白沙的媽祖 也是把轎子扛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媽祖一定要致意一下嘛 所以這個轎子起來 就到了那個 就衝到了那個 我們大甲媽的轎子前面 那全部大甲那邊的那個 就是所有的那個副董事長 他們都嚇一跳想說 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麼 為什麼離我們那麼近 沒有想到是 其實那是我們的鯉魚啦 我們就是會有一個 三進三退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呢衝得太快呢 他們也嚇到了 那但是呢 這個狀況呢 是經過我們這邊的委員呢 跟大甲那邊的 就是鄭南宮的委員 那個副董事長 講好了以後就要解釋清楚 沒有問題 所以呢那一次就非常愉快的 大家在沙路就有地 再來呢 在2005年的時候 沒想到 我們就一南一北 然後呢 我們剛好他們要回來 我們剛好要去北港 所以呢 大家是在那個路上的時候呢 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媽祖更開心 因為她就跳躍分隔島 然後到頓上去 找到大甲媽 然後跟她致意 致意完以後 又回到我們這是 南下的這個車道 然後繼續往前走 那當然啦 媽祖這麼有禮貌 我們作為香叮腳的 我們也一定要很有禮貌 所以呢 我們跟大甲這邊的祥客 大家互相會會收啊 很開心 因為我們又見面了 接下來我們一定覺得說 怎麼可能還會再見呢 沒想到2006年 發生了一件超級大事 那就是說 白沙屯媽祖竟然住家 大甲鎮南宮 這個住家大甲鎮南宮 然後大家就非常開心 因為媽祖終於有時間 兩... 大甲媽跟白沙屯媽 都可以好好的說一說心事 討論一些事情 然後整個晚上 其實都有送經團在送經 所以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感覺上 那個心情上面 是非常寧靜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2007年 也就是這個事件造成 我們後來就是一定會飛 更期待 因為太大的驚嚇 是因為那一年剛好 白沙屯媽祖跟大甲媽祖 都在往這個回程的路上 那那一天大家都在趕路 大甲媽也在趕路 白沙屯媽也在趕路 所以大甲媽那一天 準備要入廟了 就沒有想到媽祖就是 但是我們白沙屯媽祖 在竟然一個神超越 就超越到大甲媽的 這個神教前面 那大甲媽的神教前面 他們有很多在接 大甲媽的一些團體 就竟然有一群人 就突然圍過 然後他們就說 慘了... 不對 這不是大甲媽 他們就說反正都是媽祖 都咬回去就對了 結果呢 這個時候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想說 接回去 我們白沙屯媽祖在趕路 你跟我們接回去是要幹嘛 因為大甲這個習俗就是說 把媽祖請過去可以赤福 但是我們現在在趕路 而且我們也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因為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由白沙屯媽祖做主 由白沙媽祖來決定 我們要去哪裡 所以那一天大家都很尷尬 於是我們所有的香釘腳就說 保護媽祖的身教 然後我們趕快把手都牽起來 然後把那一群黑黑 黑衣服的人 圍在我們媽祖的教主外面 然後呢 結果我們都覺得說 媽祖接下來要幹嘛 媽祖都不動 他是人家為什麼都不動 然後呢 一個突然之間 媽祖就這樣 啪 就跳過分割道 跳到對象 因為那一天整個南下車道 是整個封鎖下來 讓我們所有的用路人 來都能夠使用 可是南下的車道呢 一邊就是兩個線道的話 就一邊是南下一邊是北上 所以呢 媽祖一跳過去以後 我們就傻眼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到底要不要跟著過去 如果我們跟著過去 那我們不是要跟車子一起走嗎 但是如果我們不過去 那我們被黑衣人圍在這裡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時我在現場 我就覺得說 我不管了 我一定要跟著媽祖走 要不然我真的等一下 我也追不到媽祖 所以呢 我們也鑽過分割道 然後就趕快趕快 一直往前衝 因為媽祖衝的 那個速度非常之快 沒有人能夠趕得上他 於是呢 我們就這樣子突圍了 我應該可以這麼講 所以也因為這幾次的事件 讓每一次媽祖跟 就是兩尊媽祖在會面的時候 都有一些驚喜或驚嚇 所以大家都會非常期待 好 那剛剛也特別談到 因為媽祖 白沙頭媽祖 之所以大家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因為他的路線是他自己決定的 所以據說這次 大家非常期待 他能夠到彰化建國路 因為有一對 應該是說三個小姐弟 他們期待他去對不對 嚴重也非常期待媽祖會去 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媽祖能夠去 那我們也不知道 媽祖會不會去 因為在上個月的二月二十二號 在那裡有發生一個 很嚴重的車禍 三姐弟弟弟弟是還好 清傷他的腳清傷 可是姐姐那時候狀況有一點危急 可是後來的治療有點穩定 可是妹妹更危險 妹妹更危險 對 她的指數只有三而已 她昏迷指數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她的姑婆 有去白沙屯好幾次 來到白沙屯來求白沙的媽祖幫忙 那為什麼 剛才主持人也講 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集氣 希望媽祖可以去 因為只要是集行軍 白沙屯媽祖一定會到 深港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這樣子走的路線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 最方便 還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 深港福安宮 有沒有停在那個位置 深港福安宮 是一個腹地非常大的地方 那個地方 可以容納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我們很愛去深港 可是沒有想到這一次 剛好在深港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姑婆也說 她說這兩三姐弟呢 她常常帶著這三姐弟呢 去娘媽祖 然後看老家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說 這一次白沙屯媽祖 能夠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不管是在這個路上 清除一些 就是比較不乾淨的東西 或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來這裡加持 讓兩個小女生 就是能夠快一點 好起來 那當然 台青現在目前得到的消息 在3月13號這個時候呢 醫生已經說了 就是說他們的搶救 姐姐已經算醒了 因為醫生在跟他 就是有互動的時候 已經會眨眼睛 閉眼睛 而且跟他講說 你聽得懂的話 眨眨眼睛 眨兩次 然後他都能做到 所以確定姐姐是沒有問題 已經醒了 可是妹妹的話 現在目前只能說是 生命狀況穩定 那另外一時 今天是不是去院理市場 對 今天呢 我覺得自己在那個 直播的那個狀態下 我其實是有一點哽咽的狀態 因為白沙子媽祖 今天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我們現在看起來 好像什麼都沒有 對 其實它是一個傳統市場 然後後來因為火災 整個燒光光 可是呢 這個也是因為在 其實這邊非常有名 因為這裡 我們都會來這裡買魚丸 買一些網路網紅 很有名的一個店也在附近 所以我們對這邊 也都非常熟悉 雖然我們不住在這個區塊 那那個媽祖今天來到這裡 只有我們在地的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地方 其實是在上一任鎮長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的鎮長沒有連任 一屆就結束了 而這次新的鎮長呢 他強調的就是 他一定想辦法把這個市場 把它蓋起來 所以今天媽祖來到這裡 其實是困難重重 那當然這個有在地的聲音 還有政治上面的問題 我們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覺得很開心 看到媽祖來這邊 然後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趕快把這個市場趕快蓋起來 好 不過我們都聽過比較多 媽祖祖人的神機 但其實觀眾朋友知道嗎 媽祖也祖神對不對 剛好談到越林市場 其實之前他是不是幫土地公 橋過鄉路啊 對 就是那時候就是 媽祖到了一個就是鋼鐵廠 那鋼鐵廠進去以後 他就堅持一定要進去 那大家也不寧所以 因為進去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白鯊的媽祖 本來他的個性就是 我想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所以大家就跟著進去 然後就休息了十分鐘 這是之前對不對 對 這是之前的畫面 然後沒有想到就是 媽祖進去停了十分鐘之後 起來以後他就對著 土地公的那個香爐 然後就開始調整他的位置 其實就調整了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大家都傻眼的想說 原來那個土地公的那個 就是香爐其實是歪掉的 可是沒有人發現 而且大家都在那裡十分鐘 根本就沒有人發現到 土地公爺爺的那個香爐 是歪掉的 所以媽祖起來 就趕快幫他調整那個香爐 然後調整完以後馬上就離開了 就趕快進去 就趕快進去 對牛打水 被淹水 我回來了 又不是 就趕快進去 那邊 都不再討厭 禁星 在我們